好 今天的镜头我们看到是板桥新北市福州合宜住宅 A2区4月中才刚交屋 却在几天花莲地区的强震之后 发现了居然停车场梁柱有大裂缝 朱旦担心会不会裂缝继续扩大 而新北市议员也接到陈琴 最新前往现场勘察 却被保全阻挡 双方爆发推挤冲突 好 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给记者张贝兹 好 主播位在板桥的福州合宜住宅 传出地震后 房子地下停车场出现了大规模的军列情况 下午新北市议员何博文是道场会开 却和现场的保全发生激烈的冲突 让我们来看一下烧倒状况 连议员都要爬的 中华民国吗 有事情我不全权的法律责任 我们不要为难你 住户为什么要打 你们不要一起挤进来 对不起 对不起 为什么不能进来 不要一直挤进来好吗 为什么住户不能进去 双方谁也不让谁 市议员是认为会开呢 要保障住户的权益 但保全认为没有公司同意不能放行 最后市议员用爬的爬进去 住户更是不满 表示如果连明代都要用爬的 那老百姓又该如何是好 另外面对房子没地震前 问题一堆地震后 还到处裂开这样的房子 真的能住得安心吗 双方在冲突之后呢 最后经过协调 让代表进去查看了解裂缝的整个状况 并希望相关单位会刊后立即指出问题改善 否则再来一次地震 谁能担保房子真的能承受住摇晃 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